大家好,我是香港仔方會林應和長者輪社中心,徐姑娘 今天我們介紹的湯是健脾保老的核桃蓮子八核素湯 材料很多,我先介紹一下 主要材料有核桃,這個湯我們不下肉,所以我們下腰果 還加了一些去濕的材料,好像炒意米,八核,蓮子,杞子,南北杏,慈實,淮山,復苓 這個湯甜甜的,我們會加毛花果,還有果皮 說起保老,核桃好像個大腦,以形補形,被稱之為保老的食物 可以做零食,可以做甜品,甚至加在菜或者湯料之中 說起保老,你就會聯想起認知障礙症 現在就由中心社工姑娘,陳建盈姑娘,講解認知障礙症的資訊 大家好,我是中心社工陳姑娘,負責認知障礙症的服務 隨著人口老化,患有認知障礙症的長者越來越多 在患病的初期,其實普遍的長者只會出現一些記憶的問題 一般人都會認為這是正常的老化現象,不是大不了 而錯過了接受治療的黃金時期 其實認知障礙症除了是記憶力減弱之外 都會出現其他的徵狀 例如患者的理解力,判斷力,語言,會出現困難 有時候對於時間,方位都會出現混亂 甚至乎他們的個性亦會出現轉變 如果在看影片的你們覺得自己或是家人 出現我剛才所說的徵狀 亦可以親臨或致電中心 預約做一個簡單的認知檢測 分析一下自己是否有幻想認知障礙症的傾向 只要及早發現就可以盡快找專業的醫護人員去協助你 而確診認知障礙症的老友記 亦都可以參加中心不定期舉行的認知訓練活動和小組 小組和活動的內容都非常多元化 包括藝術、音樂和運動等等 但費用也是完全免費的 歡迎合資格的長者來中心參加 如果你是正在照顧認知障礙症長者的護老者 亦都歡迎你報名參加中心的 認知障礙症教育講座和工作方 可以提升你照顧認知障礙症長者的知識和技巧 照顧起上來就更加得心應手了 就著以上我所說的認知障礙症服務 如果你想了解長情 都歡迎來中心聯絡我 講起合桃 合桃就要先飛一飛水 我們簡單點飛一兩分鐘 就去了那些苦澀味 好 可以了 那我們現在就要過一過水 現在就能夠渡不起來 太空了 待會兒更不舒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升起了 根據醫學研究發現 核桃含有豐富的抗氧化物 阿麻酸、維他命和抗物質 特別是卵輪脂可以增強記憶力 食核桃對腦部健康很有益處 可以顯著提升認知能力 各位老友記 雖然核桃對人體好處多多 但是高脂肪的食物較難消化 不建議過量食用 腸胃有問題 還要更加注意食用份量 以堅果作零食 最好選擇是沒有調味的 只要控制好攝取份量 就可以安心食用 核桃肉放在雪櫃或常溫 就不可以太久 會有油溢味 變成核桃就記住不好吃 個別人士的體質不同 煮之前才要了解自己的身體情況 如果有問題 要問了醫生才好煮 煮湯片已經上載在Facebook 記得留言和分享給朋友 最重要是在YouTube訂閱 有新片我們就會通知你了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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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再見 如何